成为专业的纸牌魔术师 这个魔术你必须要学会 仔细看这边有副扑克牌 接下来我把整叠扑克牌拿手上 这样交叉式全部洗进去 这样交叉洗牌有个特点 洗完的牌会非常非常的乱 就像这样可以随便的切一下 交叉洗完之后每一张牌都交叉 挫杂复充 打个响只能会发现整叠扑克牌 就在这一瞬间完完全全有花园 没有任何变化 那这个魔术是如何做到的 接下来进入教学时刻 这个桌面夹洗需要做到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牌的顺序没有任何变化 我们首先需要把整叠扑克牌放在桌面上 接下来我们把它分一半 分一半之后每一张牌这样交叉洗进去 但是不要这样投对着 一定要这样侧子形成一个字母V型 这样一张张洗进去 洗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慢慢交叉的时候 我们在真正的地方向外做一个倒着的V型 好这样V型之后交叉之后看到了吗 刚刚我们另外一手的这个牌呢 这边呢已经露出来了 那这时候我们再往前推的 其实另外一叠牌呢 其实也在这个地方 看到吗 我仔细看 其实左手的这叠牌呢 从这个地方缝隙当中往前了 右手这叠牌也是往前了 这样再往前整理的时候 其实牌可以正好从这边看到吗 抽出来 那它的顺序呢是和刚刚一样的 那这时候抽出来之后呢 把它这样整理完 整理完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往前轻轻的看到了吗 往前轻轻的 把它全抽出来 抽出来之后呢 我们盖住 为了让观众视觉上停留更乱的一个感觉 先盖住它 盖住之后呢 我们再从底下拿一小叠 在这边底下拿一小叠 慢慢慢慢把它移上来 盖住它 好 这时候再把这底下一叠 盖住它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 还是一样 因为是交叉式 这样混合熄乱 学会了吗 想学更多精彩魔术 记得关注我 我是Sufigo